我是加木斯警察局行动大队大队长葛兰山 我是带着咱兄弟们 投奔抗连的 怎么样 管事长 您放心 这粮是没赌 你为什么要投奔抗连呢 我知道小鬼子是兔子尾巴尝不了 所以我就带着咱兄弟们 投奔抗连来了 真的 师长 他们是来投奔的 走 师长 你看 钟师长 您的鼎鼎大名 那早就是 如雷灌碗啊 钟师长 原谅我不争气 没胆量 跟着小日本 干了这么久 不过 我现在可算是把日本人看清楚了 我不跟他们干了 我要反正 钟师长 路上有两个兄弟不愿意投奔 被我给逼了 钟师长 钟师长 我还给咱医师带来了 枪支大药和粮食 您就收下我吧 先起来 回应慢慢说 谢谢钟师长 谢谢钟师长 带我回去 是 走 走了走 我认为葛兰山是假乡 杜政委 你也太草木皆兵了吧 这 你要是这样的话 人家知道了 该多伤心呢 再说了 人家是在咱们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了咱们 不能因为他帮助过我们 我们就疏忽大意了 对吗 师长 我觉得杜政委说得对 咱们呀 要处处小心 杜政委 你认识葛兰山吗 我觉得 还是把它盯紧点 再观察观察 交给我安排吧 葛兰山 管事长 怎么样 住的还习惯吧 还行 还行 咱们呢 条件一线 可比不上你的行动大队 瞧您说的 我现在都参加革命了 都是革命同志了 对 管事长 您坐您坐 您坐 管事长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说来话长啊 有些事情啊 你不知道 向我管树凡 当年和钟市长 一起创建医师 出生入死 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现在呢 我身上带着伤 我还得写检讨 我心有不甘呢 是有点不公平啊 你为革命 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 可是 您又得到什么了 越想我这心里 越不是滋味 是啊 对了 昨天您跟我说 您是副市长 其实您就是个团长嘛 我就是副市长 医师除了钟市长 我谁都不服 那是 那是 管市长 你恨钟市长吗 我不恨 我也不恨医师 那你恨什么 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生不逢时 没有回天之力 没有回天之力 不对 现在九死一生 我如果有回天之力的话 既救了医师 又救了我自己 那才是真正的英雄 对对对 对对 管市长 与其这样被拖死 不如想个其他什么办法 也许能换回医师 峰回路转 别有洞天呢 过来神 莫非 您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快说 管市长 您瞧瞧这个 管市长 我们来个假投降 换回医师的 峰回路转 你觉得怎么样 管市长 这可是个天大的事情 管市长 没有别的路客走了 这可是我们 最后的机会了 你一定要守口如瓶 管市长 您就放心吧 这事 只有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尽管放心好了 你让我回去考虑考虑 好好好 好 马上报告中 市长 是 市长 不幸 让杜政维 给严重了 什么不幸严重了 看看这个吧 这狐狐狸 还是把尾巴给露出来了 不幸严重了